大家我是暴君 说起了接下来的周末计划 没了就电梯突然震动起来 貌似是卡住了 按下紧急按钮什么的 也没反应 在设计人物面前招式 好像也不管有 唯一的可能就是 报案室里没有人 两人想要打电话报警 却发现没有信号 尝试一起弄开电梯顶棚 也根本行不同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两人聊起了各自的事情 若子是公司的一名行政人员 捷克则是一个小会计 两人能够享誉 也算是缘分异常 而且还是在这种情况下认识 可以说是非常的深刻和难忘了 若子突然尿急起来 结果很实质地 贡献出自己的外套 让他尿在里面 若子直接一口拒绝 最后尿在了随身带的保温杯里 连尿尿都尿过了 两人也不在约束 又喝起了本来要送人的红酒 一人一口的 喝得有点上头了 又分别画起了对方的画像 气氛也开始变得有点醉人 可能是平时就有这方面的爱好 若子提议聊一下两性之间的话题 说说彼此之间 最狂野的肉博地点 若子的是在大学的图书馆里 试想一下图书馆的那种环境 果然是会玩的人 相比起若子的机器 杰克的就要新说许多了 最多也就是在车里 肉阵之类的 说着这些东西 两人猫是来了感觉 当早就贴身肉博一番 整个过程 仅仅持续了一分钟的样子 就是这短短的一分钟 如果不和谐一些的话 大家就看不到这条视频了 所以该丢掉就要丢 时刻老进那个核心价值观 完事之后 若子只讲这事 当成是一次意外的激情 杰克却无乐意了 说自己玩的都是真感情 若子只在一口拒绝 表示这样一次性的行为 纯属意外 等到出去之后 就回归各自的生活 杰克终于不再隐瞒 说出了自己的真实身份 他并不叫杰克 也不是公司会计 而是这动作里的普通保安 而且杰克也早已经认识肉丝 关注了他很久 两人的偶遇 其实都是他精心策划好的 本来他以为肉丝会喜欢上他 没想到就成了个笑话 这样杰克是又难受又火达 但最后还是打开电梯 让他离开 若子偏偏就是不走 意外惹麻了杰克 还搞断了电梯钥匙 这下整的事 想走也走不了了 刚好今天是星期五 杰克已经提前支走了 其他两个保安 他们要再下走 才能回来打扫 也就是说 两人要在这里 困上三天的时间 一看若子还有送给前夫的礼物 杰克立刻翻了起来 衬衫不大不小 刚好尺码一样 血架也是很合口味 简直就是为杰克精心准备的一样 随后杰克再次查看棚底 竟也轻松的砸开了 若子说服杰克 想让自己出去 到时候再叫人过来救他 随之等到若子上去之后 杰克才发现被忽悠了 马上又不挑弄成一根吊带 顺利爬了上去 眼看若子就要流出电梯门 杰克赶紧来过一锅手 扑向若子将它拉了下去 两人再次叼进电梯 晕了过去 醒来之后 若子打算用烟火引发警报 想沿着杰克的传家之宝 杰克一看到若子要来应当 下令民调系统失去控制 大声求饶 若子也有点不忍心的样子 最终还是放过了他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 暴流中就居存到最重要的事情 若子用手机拍下 杰克承承绑架了一切 作为到时候 制裁他的称堂正宫 期间杰克还报处 在做保安之前的一些事情 原来他曾经也是一个霸道总裁 后来因为一种交通事故 高死了一个人 最后搞到名利爽失 不得已之下 才干起了保安的口 之所以有选中若子 势必他身上 有一种莫名的吸引力 这也许就是一见钟情的感觉 另外一个保安突然来到大厦 猫说是带着女朋友来这里happy 可能是太困了原因 女朋友在查发上睡了过去 保安在检查中看到这一切 马上又对讲自己联系两者 用铁锹撬开了电梯门 杰克趁机挣脱滚绑 干云了若子 保安不知道有渣 扔了一只电梯钥匙进去 等爬进去的时候 已经太迟了 杰克瞬间提动电梯 常常安息过去 杰克将若子录到车尾巷 硕使赶紧电梯案发现场 换上保安制服 删掉杰克的一切录像违见 随之保安的女朋友突然醒了过来 问杰克有没有见过他的保安男朋友 杰克只好忽悠 他的男朋友已经走了 杰克趁机在他背后搞晕了他 抛车到电梯井里 开车来到家外处理若子的时候 没聊到若子也突然醒了过来 一早就将杰克干拔在地 开上车子沉空逃离 就这样走掉 猫子弯得太便宜他了 若子马上急收到车 撞得杰克完全动不了身 这叫点燃雪茄 抽上一口 扔了过去 杰克就这样战胜火牌 成了空气中一粒漂浮的尘埃 看完后 我只想说 别惹女强人 尤其是在CBD 每天996的女强人 想知道答案的话 就去问杰克嘛 搞吧 两个人 肥子